泪趴 铁腿 苦虽苦却也很甜 他们是慈祭未来的希望 无量亦法水送的青年演艺人员 几位平均年龄25岁上下 年轻 但愿意把本钱献给慈祭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我已经很了解 然后参加这个之后还会 可以更了解说他所有的一些脉络这样子 星期上班日没有症候群 因为从上周他们就连着好几场 一场三小时 一天六小时 马拉松式演绎 这场更是青年力爆棚的特别场 880位青年人超过总参演人数的一半 有加这边三场啊 加这边四场 加这边三场 即在局促的休息室热闹一下 其实为了舞台上的这一刻 他接受数月来的磨练 好久没回彰化的老家 因为其实我已经蛮久没见到我妈的 刚才见到 因为都要练就是入金章 所以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想家了 又在爆肝的科技业任职 请假演绎 手机响不停 一切结束后 等待他的 怕是堆积如山的工作 从早上讯息一直在call啊 电话也在call啊 你也知道科技业是很难 就是有人真的可以完全代替你 破除金章演绎 都是动员年长者的印象 年轻的他们其实动机很纯粹 我是因为我朋友带我一起进来这边 然后一开始可能只是陪他 陪他去 然后后来就想说 好像也没有像外面讲的那么的 那么的那么的拘束 就是说还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镜头带到舞台 从幽维的黑暗中 然然生气的慈悸小行星 亲眼看到这一个片段 唤起前教育部长 蒋伟宁的记忆与感动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把一颗小行星命名慈悸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觉得地球的守护神 我们从太空也希望有一个守护神 今天看第二次 不过现场看更多的感动就是了 今天最主要的心情是个感动 中央大学好几位科学家 组团看表演 这位教授学的是医学 体育的是宗教的震撼点 妈妈是50多年的慈悸会员 她很想来参加慈悸的活动 那为什么慈悲的力量 跟感恩的力量那么大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科学上 或医学上一直想要努力探讨的 另外要感恩一群青年志工 所组成的慈悠鼓队 我看到许多年轻人请假 配合各种角色调整位置 能够呈现这么美好的演出 我看到慈悸未来的希望 慈悸以你为荣 在聚光灯下挥洒青春 你我如此耀眼 但曲终人不散 缘好了 有一天 我们会在同一个舞台 再次善良相见 大爱新闻 王雨前简员级李建宽 台北报道 大爱新闻